依婆對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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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婆趴趴走 今天來到龍潭石門山北端入口 日記沿著太原步道 凡湖步道 走到南端入口 之後銜接粗坑路轉往今天的目的地佛陀世界觀景點 觀賞超級無敵美景 回程在原路返回 從石門山北端入口走到南端入口 耗時約一小時 從南端入口沿著粗坑路走到佛陀世界觀景點 耗時約半小時 來回時間非常充裕 所以途中決定要往石寮山 大竹坑山 再去佛陀世界觀景點賞景 石門山登山步道是非常熱門的登山步道 平日假日攀登 見走的遊客 登山客都相當多 雲進的登山步道相當多條 太原步道 環湖步道 是最多人走的一條登山步道 從北端入口起登 一路幾乎緩坡往上 是一條自然原始的泥土及石頭山路 從北端入口起登山步道 四處左邊有岔路可通往石門水庫一山隔幾霸面 太原步道 湖中路面有許多是裸露的石頭五十塊 路面凹土不平 行走要多加留意 不要被高低大小不一的石頭十塊半倒 下雨過後 路面會相當濕滑 如雨後要過來攀登 要穿著滑好一點的登山鞋或雨鞋 一面滑倒 雷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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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处为石门山南端的登山口 往上攀登即可抵达石门山 抵达石门山南端入口 驱坐行沿着粗坑路往上 来到石门山登山口 看看时间还很充裕 决定先绕去石门山大竹坑山 再从大竹坑山登山口下来 之后再前往佛陀世界观景点 石闹山步道 位于桃源市龙潭区 新竹县关西正门县交界处 石门水库西侧 施洗日张老的运输道路 两地居民来往的道路 目前也是张之细路之一段 约行二十分钟后抵达石门山 山顶有颗日据时代昭和四年 1939年内务菊儿号基石是颗历史悠久的基石 石门山海拔538公尺山顶一角稍有展望 离开石门山 离开石门山 远路返回 准备中途转往大竹坑山 来到通往大竹坑山的岔路 取右上转往大竹坑山 行经高压殿堂 此处有不错的展望及视野 过高压殿堂 过高压殿堂后山路开始变得陡峭 必须拉绳攀爬往上 迪达大竹坑山 纳竹坑山又名崇利山 海拔558公尺 山顶有省府地震处3等控制点 S095号基石 如从登山口上来 只需几分钟即能抵达 山顶一角稍有展望 离开大竹坑山 准备返回粗坑路前往 佛陀世界观景点 此处位在粗坑路旁 回到粗坑路的登山口 回到粗坑路的登山口 大竹坑山即时撩山 不到登山口皆能通往 欢西打牛骑不到 迪达今天的目的地 佛陀世界观景点 此处位在粗坑路旁 佛陀世界以前的童话世界的上方 此处的观景点展望 视野非常好 可以普看下方的石门水 库坝岭及五光山色 远眺正前方的新西州山 西州山 右前方的石牛山 左前方的太平山 石门山 及更远处的白石山 内鸟嘴山 卫飞山 外鸟嘴山 纳捷山等 在此处可以观赏到 超级无敌的美景 观赏完无敌的美景 准备离开返回 今天来到龙盘佛陀世界观景点 观赏超级无敌的美景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集见